很突破性的消息 你觉得近日这类的股份 为什么会有一个大的上升呢 是一些政策利好 还是一个资金轮动 还有未来 现在好像我这样 比较迟了一点 才留意到这个板块在升 现在一追是否又太迟呢 其实这个板块 其中主要是 首先来说 其实在今年上半年来说 乘虐股 先说回乘虐股 其实他们的协职来说 相对来说 是没有那么受疫情影响 大家都知道 疫情当中 大家都呆在家 除了买东西之外 就买药吃 都是吃的 所以其实他们的业绩来说 上半年始终相对来说 受疫情影响会比较小 所以这成为了基本因素 所以你见到 这些成日股来说 过去两个月的走势 都相对稳定 不可以说是很理想 但是近期更加飙轻 而之前没多久 内地也出了药品的管制办法 五月份出了意见的收集 当中提到 希望有一个方向 就是希望加快一些 承药新药的批准过程流程 希望加快他们上市 推动整个医药板块的发展 当然在再宏观点来说 医药服务、医药承药 这些都是国策支持行业 所以配合政策和个别股份的消息 比如刚刚提到的 虽然是一些生物开发的股份 但例如华中心就药 昨天公布了 其他公司在南非的疫苗 获得提准上市 也有价格不中的消息带动之下 好消息 令到有个概念 有个基本因素支持之下 既然大肆没有什么选择来说 其实他们也 如果说六月到以来 不会一会 就开始有些资金 留意这个sector 像你刚刚看过来 也看到不错 可能有些跟进 第二个问题 去到现在 是否可以继续跟着呢 在接种都需要选择 始终有些 譬如说中心就药 其实它的领极升幅都挺大 近期差不多持续 1月左右 高位 一个位置 也可以在83月 以此越初 先做目标 但你认为空间不会太大 所以可以休息 至于其他一些 可能较厚一点的 其他弱固 如果它的升幅有那么多 都可以考虑一下 大家都觉得 在这个市况之下 你真的要找一个行业 或者股份是长升 你不用看的话 你不要想这件事了 所以其实大家 你说是否高追 或者是否吸納 都要你部署的时间性 可能周期性要短一点 是的 譬如板面看到那几只 你觉得哪一只能够受为 你刚才说的行业的利好 但是升幅又不太显著的呢 如果看回 譬如说 看回1093 石药 港南赛是说中生和石药 其实你见到石药的走势 它通常都是这样的 中生才是到石药 所以这个都可以留意一下 始终它的上升空间 如果突破6月中的一下两棺 那个高位来说 那上面再望 可能是去到 8.7.5元 9元的关口 所以可能空间会大一点 但是还是投资过去吧 基本上 你长升马落之后 可以放下来喝茶 那就不要想了 看得密一点 嗯 这样 是啊 Dave 啊 感谢观看